一鸣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手指纹路,看人生及胸祸福。 每个人的手相都有着错综复杂的纹路,我们通常只注意到了手掌上的纹路,比如生命线,事业线,智慧线,成功线,感情线等等,很少注意手指上的各种纹路。 其实我们从一个人手指上的各种纹路,也能够大体推测出一个人的事业,财运,健康,感情等各方面的运势集胸。 今天小编就从手相学角度,带大家了解一下,手指上各种纹路都有什么急胸含义。 1.大拇指纹路 1.大拇指第一条结纹,只有一条。 有此手相特征的人年少时家境贫寒,长大后全凭个人努力,难想祖辈于阴。 如果此纹又是断开的,择其人幼年时很有可能会遭遇凶险,或与其父母缘分淡薄,离乡他住。 2.大拇指第一指结纹,两条或者三条。 大拇指第一指结纹由两条或者三条组成,借形成眼形,被称作夫子眼或者凤眼,两条,凤眼三条。 有此手相特征的人天资极为聪颖,幼年时期家境富裕,或者出身祖阴丰厚之家,可想祖上余阴。 青年时期事业有成,养眉吐气,婚姻幸福,感情美满。 此外,一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不过,假如文眼没有合拢的话,吉祥指数减半。 女性大拇指如果有这样的夫子眼,助其人望夫易子。 3.无杂纹。 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没有杂纹的人,终其一生事业上难有收获。 4.领袖纹。 大拇指第一节上端,有两条平行的血纹,被称作领袖纹。 有此纹路的人有雄心,有抱负,有耐性,懂权谋,知进退,是领袖型人才。 5.权贵纹。 大拇指指端有心纹,六纹,锦纹,精硬纹地,均称作权贵纹。 有此纹路的人,富贵权势,两者皆可得,是极好的纹路。 6.文约纹。 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一条或者两条合纹,被称作文约纹。 有此纹路的人拥有过人的智慧与才华,可以凭自修而有学问,不想组业而能自创产业,但相当劳碌,得来辛苦。 7.龙眼纹。 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椭圆形的纹路,为之龙眼纹。 有此纹路的人先天智慧超人,可在学术领域出人头地,也可以在从政之路上平步青云。 如五官再配合得当,主大贵。 8.偏财文。 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网状文或者网状错综复杂的纹路,被称为偏财文。 有此纹路的人聪明灵敏,反应敏捷,容易经由投资或者经商而获取财富。 网状文靠近第一节会发达得早,靠近第二节则会吃些。 此外,大拇指第二节下端外侧有一条或者两条小横纹的,代表可以拥有非常美满的姻缘,配偶内外赞美军家,个性优良,工作能力强。 2.食指纹路。 1.食指第一节指纹只有一条,且完整清晰。 有这种纹路的人喜好掌握权力,有领导才能和进取心,为人个性开朗,不斤斤计较,预示拿得起也放得下,对财富金钱看得较轻。 2.食指第一节节文有两条,多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的能力,选择合适的事业,过着快乐的日子。 3.三约文。食指第一节节有三条史,也称作三约文。 这种手相非常难能可贵,于是其人在青年时期就可以扬眉吐气,鹤立鸡群,可以得益于政坛或者纵横于商场,无往不利。 4.食指指节文上下方出现浅细横文。 有此纹路的人比较缺乏自信心,不愿意承担责任,虽有野心又担心自己做不好,需要别人的鼓励才能获得信心。 5.食指第一指节文中间有间断或者直接由二纹组成,其上下都出现浅细横文。 欲视其人为人随和,但是内心懒惰,有不思进取的倾向。 6.食指的三指节文都很清晰完整,有此纹路的人大多聪明才智,智壮蓬勃,能够一心一意地投注到自己的事业中去,是不错的手相。 6.食指第一和第二指节为一组横,只跟第三指节文有二条纹路,或者有其他杂文。 6.这种手相表示其思想观念异常,有异于常人的精神世界,很有可能是智障。 7.由食指积不起,有一条竖线横观食指指指指指端。 8.此手相欲视主人为人端正,气质高贵,能获得显赫的地位。 9.食指第一节中间有十字文,这种人有管理才能,兼具领袖特质,在青中年时期就能有一分作为。 创业有成,而且用人得当,部署得利,此外,也代表配偶可以在事业上帮助您,或是让您后顾无忧。 10.食指第一节上方有横文竖条,此手相欲致其人,身体素质较差,容易生病。 11.食指第一节上方有新闻,这种人有神奇的直觉力,多是有领导才能,但此人个性放任,叛逆性强,不惜拘束,到处喜欢游荡,经常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经营事业,可能招致失败。 12.食指第一节上方有十字文,文学灵感及联想力丰富,非人所能及,适合文学创作,但也因为平日喜欢白日空想,因此多一事无成。 12.食指第二节上方有十字文,毕竟不管多好的构思,没有实际行动,都是无法实现的。 13.食指第二节上方有十字文,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为人现实,但是屈言覆试,常有目的性地与社会声望的人交往,一心期望飞黄腾达,但是手段欠佳,事业容易遭受失败。 14.食指第二节上方有半环形纹路,主旗人行为放荡不羁,喜欢胡作非为,不接受别人的劝导。 15.有一条或者两条横过食指的第二节,表示此人待人忠厚,老实,诚信,对朋友鼎立相助,人缘很好,朋友很多。 16.食指第二节,第三节上面有许多横线,主旗人好忌妒,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17.食指的第三节上面有一条直线,由生命线向上的支线相结合,表示此人若不是祖先留给他财产,就是自己有能力赚得财富。 18.圆状纹,靠近食指根部位置有圆状纹,为成功的迹象,预示其做事情比较顺利,容易成功。 19.食指根部有十字纹,这种手上的人生平虽无大智,但是为人乐观,知足常乐,他们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最好应征者。 20.在食指第二指节,第三指节有多条横纹,杂纹,这种手上的人性情极不稳定,喜怒无常,嫉妒诚信,甚至会以不正常的手段取得占有自己想要的事物,亦容易误入歧途。 3.终止纹路,一,孤独纹,位于终止指尖处的十字纹,被称为孤独纹,由此纹路的男性多孤独,身边朋友很少,女性则多不孕。 2.幸运纹,为终止指尖上的心纹,大字,六字,或者米字纹等,均称作幸运纹。 由此首相特征的人运气非常好,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幸福,因此其人的贵人运也很好,在遇到困难或者危险时,通常都能够有人出手相帮,从而化险为夷。 3.姊闻,终止第一节处有三条纹路的话,便被称作姊闻。 由此首相特征的人,特别容易得到兄弟姊妹或者朋友的帮助,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会有许多人向其伸出援手。 4.孤约纹,位于第一到第二指节间的红纹,被称为孤约纹。 由此纹路的人一生比较孤独,很难得到兄弟姐妹或者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凡事都要靠自己打拼。 另外,由于个性较为独立,喜欢亲近,因此身边的朋友不多,人际关系不是太好,同时要注意中年时期的灾厄。 5.漏约,位于中指第二指节以下的一条红纹,被称为漏约纹。 由此纹路的人,青中年时期比较不容易存钱,钱财有流失的现象,因此尽量不要与别人有金钱往来或者借贷关系,也不要操作投机的理财行为,尤其要避免过度的投资或者创业。 6.财运纹,位于中指第三指节,靠近中指根部的圆环、车轮、井字或者填字等纹路,均被称作财运纹。 由此纹路的人,有很好的财运,可以凭借自己的敏锐和精明,获得很多财富。 4.无名指纹路 1.贵人纹,位于无名指第一指节纹上方的浅气纹,或者一条短而轻轻的横纹,被称为贵人纹。 由此纹路的人,性格温和,很擅长与人交往,人缘很好,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和理解,会通过朋友的助力走向成功。 2.谨慎纹,位于无名指顶端或者低指节上方的两条竖直平行指纹,被称为谨慎纹。 由此首相特征的人,心智成熟,对自己要求严格,做事踏实而谨慎,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富贵生活。 3.三约纹,无名指第一节纹或者第二节节纹,有三条纹时,称为三约纹。 由此首相特征的人,晚孕特别好,步入老年时期,事业顺利,婚姻美满,夫妻恩爱。 4.病约,位于无名指第一和第二指节中间处的两条平行横纹,被称为病约纹。 由此纹路的人,健康状况不好,多有气喘病或者慢性疾病,会影响婚姻生活。 这种纹路会随着身体好坏而增减。 如果第二指节中间只出现了一条横纹,则表示此人容易感染气喘病或者性病。 5.名利纹,位于无名指第三指节,靠近无名指根部出现有车轮纹铃、锦字纹锦或者金银纹口时,被称为名利纹。 首相有上述纹路的人很有生意头脑,生财有道,理财有招,很容易凭借自己超强的理财能力而获得财富和名誉。 6.烦恼闻,假如无名指第三指节,靠近无名指根部位置,出现杂乱的像网格一样的纹路,被称作烦恼闻。 由此纹路的人个性敏感,容易陷入感情上的困扰,内心常常因为感情上的事而纠缠不清,需要人的帮助。 7.美玉纹,美玉纹是一条自无名指根向上升起的竖直长纹,直观之根。 由此纹路的人很有艺术或者文学天赋,容易因艺术学术而成名,在追求过程中不断提升自我,美名远播。 5.小拇指纹路,一,贫困纹。 位于小指顶端的十字文称为贫困纹,由此守闻的人性格内向保守,不慎言辞,很难将内心的思想和情感表达出来。 其人即使才华横溢,也大多怀才不遇,空有一生报复无处实现,生活状况较为窘困。 2.演艺文,位于小指顶端的新闻称为演艺文,与十字文恰好相反,由此文者大多有良好的表达能力, 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才能充分表露出来,从而获得别人的赏识。 许多演说家或者演艺人员手上有此文录。 3.独身文,位于小指第一指节处的十字文或者新闻被称为独身文。 有此文录的人性格独立自我,喜欢我行我素,不愿意被婚姻束缚,有独身主义的倾向。 4.机智文,位于小指第二指节处的十字文或者新闻被称为机智文。 有此文录的人才华横溢,头脑灵活,很会随机应变,预示沉着冷静,小小年纪就能一鸣惊人。 不过也要结合中指的形状来看,假如中指歪斜偏扭不直的话,此文就会变成狡猾文。 其人机智偏于草门左道,擅长走直径,会通过一些不正常的手段获取利益。 5.虚伪文,位于小指第二节处,短细横文或者杂文被通称为虚伪文。 有此文录的人面善心理,表里不一,表面为好人,背地里干坏事,以应远之。 6.贪义文,位于小指第三节,靠近手指根部的十字文或者新文,被称为贪义文。 有此文录的人好意误恶,不愿意付出,其还不劳而获,罪意沦为倉道之流。 假如出现两个十字文或者新文的话,其人会因不明欲之行为而遭杀身之祸。 7.博学文,位于小指第三节处,以邪步完整而交叉的短文,被称为博学文。 有此文的人博学多智,但疑心重,常常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 8.机灵文,位于小指第三节处,多条数值文录被称为机灵文。 有此文的人聪明机智,联想力丰富。 思维活络,遇到困难时,往往能凭借材质寻求出路而不坐以待毙,是竞争场上的强者。 9.运约文,小指上有一条或者两条贯穿整个手指的指纹,被称为运约文。 有此手文的人晚运极佳,老年时期福寿生权,子孙孝贤,荣华富贵,而且是年纪越大运势越旺,子女事业有成。 10.侧文,如果贯穿小指的指纹超过两条以上,就称为侧文。 有此文录的人虽然聪明,有成就,但是生活比较劳碌,可以行医而名成利就。 亦是一座触手医之类的工作。 相由新生,随着自己个人心境的不同,手相也是会随之发生变化的。 所以,手相孙命只是给大家的运势,提供一个参照,不能全信。 想要收获好运,手相只是提供了一个助力,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个人的努力。 三分天命,七分文为